你嫁给我吧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不喜欢你啊 我有喜欢的人了 感情是可以慢慢地培养的嘛 哎呀 你不要动手啊 你从男朋友说你是干嘛的你 我 他是我喜欢的人 我男朋友 对 我就是他男朋友 怎么可能长得乌气麻黑的 一看就是个穷酸呀 这种东西 你不要动手动脚的 别碰我 我的衣服很贵的啊 人家都说了不喜欢你 你什么事情你不能讲道理吗 他就嘛 今天你今天都受了我的了 他现在又是我的女的呢 不可能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 就今天 今天你在我家见了一面啊 但是没有不可能的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就去找你就嘛 你不要动 别别别别碰我 别碰我 你这个穷酸呀 你赔不起了 我的衣服很贵的啊 走走走走 到底是怎么回事 男性哥我也不知道 就今天他到我们家里面来 见了一面吗 他就见了说你已经 先叫我们去看一下 看一下 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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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阿富人来了 嗯 这个过来 你怎么怎么 怎么有个男朋友呢 不是的 过来 杨成你又跑过来 又跑过来 阿姨 叫你走 你又跑过来说什么 我叫你不用走了 下去 要来了 告诉你 你 那小孩你 你过来 爸爸那话说清楚 那小孩你没事吧 我没事那么难 到底是怎么了 我不知道 我今晚到底跟他 约定了什么事情 我要找他们新闻清楚 那小孩你一起过来 把话说清楚 我看一下你说什么 小路 不挂纸 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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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心 没心 你心 没心 这个纸 你换了你 你换了你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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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老鼠子 你就是一个老鼠子 今天 这是好事给你搞啥呢 你这个老鼠子 你就是一个老鼠子 你不要这样说 杨成哥 他应该怎么做 这样太 没有弩了 杨成哥你做嘛 嗯 莫郎 说这个小子是他男朋友 你给我解释一下 不是的 误会的 和他没关系的 你叫我 跟莫郎培养感情 莫郎都问你 我怎么培养啊 他说他妈呀 晓得 我跟他说一下 莫郎 又有些又有些我还在家 我都在家 自高也很想要 我又有些又有些 我不喜欢他 舅妈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而且他好不好 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有喜欢的人了 舅妈已经睡了我的了 我给你们讲 我爸是村里面 的守护 所以你们有头有你的人 都要你让我上位 我能看上你们家 莫郎 是你们家 八辈子修来的抚慰 以后你们家的 这些穷乞乞 都要染上我 你不需要 而且你都 只能给人家说不清 你可以拿着自己用 你不听话 以后有的你好看 你跟你又没什么关系 舅妈 刚刚说的那个女性 到底是什么意思 哪儿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现在就要跟我说清楚 到底买了我什么 你出来一下 哎 兄弟 你是不是觉得你老爸是审父 你就很厉害了 你是不是觉得你的钱 就可以买到一切了 我知道你很有钱 但是你要知道 莫郎可是有尊严 有思想的人 你不要高估了自己 知道吗 你不配 你这个穷乱乱 你给我不在一个段位 过你 哎 兄弟 莫郎不会喜欢你的 你不可能得到莫郎的 你这个人 人品有问题 你的 你的事 你给我走开 我跟你讲 你不配 知道吗 怎么了 莫郎 杨森哥 没事 大哥 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刚刚 我也跟我舅妈了解了一下情况 你说你很对 然后你将你的条件 真的太好了 我配不上吗 然后这个卡 就是里面的钱都没有动 你就拿着吗 开什么玩笑啊 你这是 你知道这样子让我很丢脸 很丢脸知道吧 真的不好意思 你看怎么办吗 你 我要的是你这个人 不是这个钱 但是我们两个 我不喜欢你 我们两个不可能有结果的 你拿着吗 就是 要么 你赔偿我 20万 要么一个月之后 我过来提醒 把卡与我骂了 老婆惹话说一下 兄弟兄弟 这钱人家没有用 你拿着就行了吗 你知不知道 我 他丢脸的 这个事情 你知不知道 我不跟你说那么多 莫兰 杨森哥 你不要担心了 我肯定不会让你嫁给他的 你放心 我会去想办法解决 有我在的啊 不要哭了 不哭了 可是20万呀 我从哪里去冲啊 没关系啊 有我在的 我去想办法 不管碰到什么问题 我们去解决就好了 床道桥头 自然知 对不对 可是我不想拖累你呀 杨森哥 你已经帮我很多了 没有拖累我 莫兰 我 真的很在乎你 走吧 太冷了 回去吧 不哭了 阿姨 听起来很冷了 回去吧 回去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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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